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 当时那些嬉皮士也好 都是以乱性开放大马 呼吁这些共产主义措施跟这些人引起 我们这个左派政府呢实际上一直对这个也非常那个 根本不是那么强烈的进士 我们知道美国对这个毒贩者吸毒的人非常轻微 当然我们知道比方新加坡 它那个打击毒贩就非常的强硬 甚至就是你只要身上带毒品马上就呛病 这个毫不留情 所以现在就导致新加坡这样的国家 就毒贩的 基本上就绝迹了 当然新加坡这个做法是不是还有点伤嘴啊 但是我觉得美国这个打击毒品和犯罪这些呢 不够坚定 却完全不够坚定 太松太弱 这跟这个左派的一些纵容人们乱性啊 放荡啊 性变态啊 这些那个吸毒啊 其实是相关的 我们看到美国的一些左派猖獗的州 像加州 最先推动这个大马合法化 全美的大马合法化 这个就是一步步在走向那个海洛因 可卡因和芬太尼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出现的问题呢 当然有这些像墨西哥那些毒贩子 还有中共的一些不法的公司啊 这些 还有中共政府 我认为它在这个 并没有真正的去进食 中共政府呢 甚至暗地纵容 当然主要原因还有这个美国自己 就是说它有这个需求 有这种就是说放纵这些毒品的那些文化 是造成这个履用不绝 履禁不绝 我刚才有报道说 美国官员认为啊 中国在阻止芬太尼流入美国的这个过程中 扮演着关键角色 刚才您也提到就是中共是放纵啊 甚至是友谊吧 其实您认为中共这样做 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目的 当然有什么目的 它就是要搞坏美国 搞垮美国 从内部摧毁美国 我们知道中共呢 它要搞的共产规矩 扩张 毒害世界 搞成人类命运共同体 它最大的障碍呢 就是美国 就是美国才阻止它不这样做 那现在呢 它如果看到有种分泰尼有种毒品 把美国给削弱摧毁的话 它们基本上和乐不为 因为中国那些商家那些也从中赚钱 中共实际上并没有 我不认为中共 采取严格的措施在控制这些毒品 在中国的生产和销售和输送到美国 因为我们看到这些分泰尼在中国内部 并没有完全广泛的创开来 中国的隐君子和美国的隐君子是一样的 就说中共实际上是 我认为它实际上是在放纵 允许放纵 因为这样可以削弱美国 打击美国 我觉得中共呢 它可能口头上说是要什么 反对啊 但实际上这个打击分泰的方面 我认为它是虚于卫义 根本没有真正的配合 我看报导说 中共告诉这个法新社 就是我们坚决反对美方对中国实体和个人的制裁和起诉 严重侵犯了这个合法权益 他还说什么 美国的这个毒品泛滥是根源在此生 那中共就是反应比较强烈 这当然是反应很强烈 但是美国毒品泛滥的根源源自自身 这个倒是实施 首先我们自己如果美国的国内 如果去完全取消这个需求的话 事实上这个毒品也进不来 但是我们确实知道有些人 他就是比较弱 比较容易受毒品的清洗 但是中共呢 中共实际上是因为生产这些东西 它这些企业显然没有在中国 受到这种严厉的制裁和打击 我觉得这个是中共没有做到的事情 它可以做到 但它并没有积极地去做 所以这个实际上就取出一个美国政府的态度 是不是非常重视这个问题 如果他把这个跟中国的贸易 比方对中国的制裁结合起来的话 可能中共就不得不加强这个限制 那您认为如何才能杜绝在美国或者是减少 之前有报道说 川普在当总统的时候就准备把这个 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制裁联系起来 对这个毒品问题呢 就像刚刚你的第一个问题说 这个为什么美国的药物乱用 就履禁不绝啊 这个有两方面的 一个是这个供应方面 一个是这个需求方面 供应方面呢 就是这个像中共 或者像墓西哥的毒贩子 他们实际上源源不断的 想从美国这个毒品市场来赚钱 你来提供这些药物 所以美国严厉打击 我认为美国甚至可以把中共 彻底给中共彻底制裁中共 更严厉地制裁中共 迫使中共把这个断绝掉 就把它供应给断绝掉 芬太尼 然后呢甚至美国应该派军队进入墨西哥 把这个毒贩子彻底清掃掉 因为这个墨西哥政府呢 这个他们根本就打不过这个毒贩 他真的打不过 美国政府军队呢 没有力量去消除这些毒贩 所以美国军队可以进去打 把他们打掉 这样的话呢 把这个供给方面给断掉 同时美国国内呢 需要就是把内部的需求方面 也把它给断掉 我认为就是说应该强制戒毒 比方说强制戒毒 然后呢更加严厉地惩罚 任何贩毒啊 贩毒啊 就是这些人 运输走私贩毒这些人 这个对这个国家 对人民伤害实在是太大 你刚才说就是中共这样 提供这个分担 你进入到美国的这个过程 其实中共是有政治目的的啊 对 还有经济的利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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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普世价值 弘扬传统文化 看中国 与您一同守护台湾的未来